中文字幕志愿者 除了曾经拿过四次的金球套奖之外 也是职棒联盟牺牲短打的记录保持人 在统一已经打了九年了 其实我自己认为不是说 说成绩上不是说很突出啦 我比较满意就是第一年打到三成一六的打击率 那首位来讲应该我是首右一共 所以九年下来我拿过四个金手套 我自己觉得我是比较注重那个基本动作 对我是觉得某些动作 当然是要看结果论啦 你动作比较优美的话 如果说造成失误的话 我觉得滑不来啦 所以我跟年轻学者说基本动作是 是在打球打棒球的重要的一环啦 其实你说一些球队啦 你说他们去日本去受训 他们在讲的都是基本动作 只是做得很扎实 做得很流畅这样子 对我的观念是觉得基本动作很重要 现在吴国庄就要隐退 专任统一师队的首辈教练 对于他的转任 老战友们也相当肯定他的能力 期许在他的带领之下 统一的首辈会更上一层楼 跟我学长一起生活也有一段时间了 他从他的个性 从他的个性做我了解 他可能是他不爱讲话 讲实在根本是自闭啦 我从国一然后他国二 跟他一起生活到现在 然后现在今天他退休 我希望说虽然他转到教练另外一个体育 我希望他能信念更多的 更多的罗国庄 两三个罗国庄拿出来 这五桃 他这个人是不会为自己 多争取一份功劳的一个选手 那一切他的一个理念 就是以配合球队 球队的需要为主要考量 那在这里我只想对罗国庄 虽然过去罗敏青对我们这个球队 是贡献非常的大 但是你以你一个内野手 在过去同一内野防线 比较弱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所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你的贡献并不亚于罗敏青 那我在这里也祝福你 在教练的领域上能更上一层楼 加油 其实最主要也是传承经验的一个考量 那另一方面如果 罗国庄在我们的内野手里面 其实教练团很依赖他 因为他手背真的是让大家没有话讲 其实讲他的内野的功夫 应该是说 如果你经常要看他比赛 看到他失误反而很少 你会觉得很高兴 如果看他失误的话 我想这可以表现说他 表示说他在守备这一方面的功夫 那其实他退下来我们也觉得很可惜 但是不得已因为 我们需要他来做传承这一方面的工作 这一天在家人的陪同和球迷的拥戴身之下 罗国庄举起了火把 在统一台南主场绕场接受球迷的喝彩 连当天和统一对战的金刚球员也为他起立鼓掌 一个棒球员最光荣的时刻莫过于此吧 之后他再将手中的火炬传给统一年轻一辈的内野手 这也象征了心火相传 教练他给我的感觉他是很有耐心的一个教练 不管今天我们的动作是怎么样 或者是明天又犯同样的错误 他都会苦口薄心的 都是讲 一直跟你讲希望你能够进步能够成长 像他对我的要求就会蛮高的 像有时候私底下他还会打电话给我 叫我过去他的宿舍 谈谈就是说今天守备的问题啊 很多问题 我觉得他是一个让我感觉 一个很好的守备教练吧 很高兴我来到统一师 他能够刚好当教练 能够认识到这么好的一个教练 我相信我未来的守备一定会有很大的成长 就像今年的守备我就有明显的进步 所以我非常的谢谢他 罗教练谢谢 球迷们挥着膝 身上也挂着专属于罗国章的可爱logo 而当年 帮助罗国章加盟统一师的棒写理事长彭成浩 也硬邀参加了他的以退仪式 当然 罗国章最亲爱的老婆 小孩 也一同到场感受了这个只属于罗国章的片刻 统一师也颁了功在统一的奖牌给他 肯定罗国章对统一的贡献 我带死你 因为自己只是做好 但是你记得得很急 忧援保有 与后的精神 其实自己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 又是这个地方 今天在这里看到球团 其他大队 还有看到真情的球银 变成一种收音出头 露出的感动 在这里我要一起来 谢谢大家 罗国章在他的职棒生涯当中 击出过一支拳雷打 而当初在外野看台 识过这颗拳雷打的观众 也特地把这颗充满纪念意义的球 送回到罗国章的手中 而一路支持罗国章的球迷 以特地到场献上他的祝福 而这一刻 罗国章也感动得落泪 也和也有柔情的一面 你退仪式 就在这样温馨感人的场面当中落幕 也相信罗国章朴实无华的球风 将深深烙印在球迷们的心中 感谢球迷这九年 对我的支持鼓励 那现在我要退了 没有办法在球场上表现 所以那也感谢这九年 对我的支持 那今后呢 我可能站在三连治岛区 那也希望说球迷 也继续一样 能够给我一些掌声 所以当然没有在球场上 不过我还在深连治岛区 可以看到我的一些 一些 一些会舞的动作 所以希望还是继续支持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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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